第157集 兄弟终成行 楚阳顿了顿 严肃说道 今天的事 看起来出乎意外 但是人生中这样的意外 太多太多 不管是突破 修炼 对敌 经商 夺权 都充满了这样的意外 在此奉告诸位一句话 没有吃到肚里的干粮 永远都不是自己的食物 楚阳这么一说 包括孤独行在内 所有人都脸上露出沉思之色 尤其是罗可迪和苗补通 董无伤三人 更是生起一种急迫的感觉 好好好 突然间 一个人长笑一声 没有吃到肚里的干粮 永远都不是自己的食物 想不到这次来到下三天 居然听到这样一句话 实在是让我有些喜出万外了 这个声音一出来 孤独行和董无伤同时变色 他们两个作为功力最高的人 竟然自始至终 都没有发现这个人藏在一边 而且直到这个声音出来之后 也没听清楚 这声音到底从何处传过来的 声音飘渺 似乎从四面八方而来 而且几乎就在耳边响起 却又平静柔和 丝毫没有那种震耳欲聋的感觉 反而有一种山间小溪 潺潺流淌的自然血液 楚阳眉头一皱 他静静的问道 敢问是哪位前辈在这儿 呵呵 不是在这里 而是刚巧路过 那声音淡淡的笑着 随即 漫天风雪中 在距离六个人极远的地方 清晰的出现一个人影 这样的风雪迷天 哪怕是在三四帐外就有些模糊 这个人现在的身影还在数十帐外 本应该看也看不清楚 但却奇怪的给人一种无比清晰的感觉 随后 下一刻 六个人清清楚楚的看到数十帐外 这个人慢慢的抬起脚 悠闲的跨出了一步 但是 这一步之后 似乎整个天地都静止了一下 空中纷落的雪花 似乎也在这一瞬间凝滞 而那个人的身影 就在这一步之后 直接跨越了数十丈距离 出现在六人面前 而且 六人心中同时泛起一种感觉 他应该出现 他若是不出现 那就是怪事了 楚阳闭了闭眼睛 脸上不动声色 心中却生起一种无比骇然的感觉 这个人的功法 并不带有迷惑别人视听的作用 但是现在 他竟然仅仅凭着一个跨步的动作 就直接令自己等人心神震动 完全舍服 从而 内心之中产生一种极度的认同感觉 这种神功 简直是惊天动地 前世今生 楚阳从未见过 也不知道在这个世上 竟然还有此等高手存在 他并不知道这个人是什么品级 但却知道 此人的修为 绝对要远远的超过王座高手 相比于楚阳的亥然 顾独行和董无商等人 更加的大惊失色 面前这个人身上 带着一种浩瀚的气质 他就这么站在自己面前 就令众人感觉到 茫茫天地 全在他的胸怀之中 顾独行等人 都是来自中三天的超级史家 但是自问 在自己的家族中 绝对没有这样的高手 这个人 绝对应该是超越了中三天层次的存在 怎么了 这个人约有三四十岁的样子 一张脸上 全是平静的神色 一双淡然的眼神 静谧地望着几个人 我的出现把你们吓住了 他一出口 一股虽然不威猛 但却充沛于整个天地的浩荡气势 突然从他身上发出 形成一种乌云压城 乘雨催 青天垂暮 直雨坠的那种强烈压力 他的身体 在对面楚阳等人的眼中 便突然间变得如同渊唇月之 如同万人高山 威威然高不可攀 你的功夫很厉害 但想要吓住我们 却没必 这句话 有三个人一起 几乎是一口同声的说了出来 楚阳 孤独行 毒无伤 然后三个人同时踏前一步 同时抬头 同时三双眼睛看向青衣人 三个人的眼神 让这个神秘莫测的青衣人 有一种错觉 似乎在自己的面前 突然间出现两顶剑 一把刀 剑傲苍穹 刀断乾坤 青衣人 微微的皱了皱眉头 眼中露出欣赏之色 眼前这三个少年 修为比起自己来 远远不如 自己只需要伸出一根手指头 就能够把他们全部收拾 但是这三个少年 面对自己的眼神 却没有半点怯懦 反而闪耀着 无与伦比的神采 似乎自己的出现 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目标 追赶的目标 所以他们的眼睛里头都是极致的狂热 他老大说的不错 杀了我们可以有人做得到 但是要吓着我们 至尊都不能 说话的是罗克迪 他只是愣了一下 就和寂寞描不通 同时站起身来 站到楚阳和孤独行三人的身边 六个人平常只是在一起修炼 打斗 谈心的时候很少 再说 六个人一致认为 大男人之间 也用不着什么谈心不谈心的 但是这一刻 面对这个从未见过的强大的高手 六个人并肩站在一起 突然间每个人的心里 就都生起一种奇怪的感觉 我们就这样站着 我们可以并肩站到亘古 我们就这样站着 我们谁都不怕 哪怕面对的是至尊 我们就这样站着 只要他们还在我的身边 我就不会倒下 一股生死与共的感觉 在每个人的心里悄然生起 这一刻 六个人笑得都很从容 都很温暖 我站出来的时候 我的兄弟就站在我的身边 而不管我面对的是什么人 不管我面前是敌是友 是如何的强大 他们就在我的身边 对面青衣人的眼瞳 收索了一下 眼底露出深深的一丝羡慕之色 这几个少年的实力 对他来说 比只蝼蚁更加不如 但他们之间那种 互相为对方而骄傲和满足的情谊 却是令人羡慕 令人嫉妒 青衣人分明有一种感觉 在自己到来之前 这六个少年还不是一个整体 甚至他们之中还有些疏离 但是自己到了他们面前 有些试探性的放出压力之后 却让他们在极短的时间里 完全的融成了一个整体 现在对付他们任何一个 面对的都将是六个人天衣无缝的联手 对这样的六个人 除非将他们全部杀死 但就算是死 也是六个人同时死去 不会有什么先后的 青衣人叹息了一声 一时间也有些感慨 他清楚的知道 刚才这一刻发生了什么样的玄妙的事情 这六个人 在自己来之前 分明还处在磨合的重要阶段 彼此的脾气和性格刚刚开始融合 距离真正的搭档和兄弟 还有着一段距离 而这段距离就是他们的分歧 若是他们的敌人利用这段距离的话 就能够成功的分化他们 击败他们 但却是如此的凑巧 偏偏自己在这个时刻出现 自己的无上神功在这一刻 在有意无意之下 自然而然的对他们产生了致命的压迫 青衣人远远的听到楚洋那句话的时候 就对这个说出这样话的人产生了一种欣赏 所以产生了兴趣 过来献身一见 而见到之后 以他操着的眼力自然看得出来 对面的六个少年 无论哪一个都有一身不俗的根骨 于是乎 下意识的就要试试 这几个小家伙的实力 这纯粹是一个高手 在见到同类的一种下意识的反应 他的员工 已经到了一动则立生 念仪则气动的地步 就在意念一动的时候 就产生了绝大气场 对对面这六个少年 形成了强大的气势压迫 而就是在自己这种压迫之下 在这种他们毕生以来 面对的最大危机面前 却等于是一步登天的 完成了他们之间的磨合 自己反而是做了一件极为重要的促进的工作 而最关键的人物 就是第一时间站出来的那三个少年之中 居中的一个 这个 也是看起来年龄最小的 但是他在这期中所起到的作用 却是任何人都无法替代 事实上 连楚阳自己都不知道 这整件事情奇妙的发生了因果 至于顾独行等人 那就更是稀里糊涂了 但唯独就是对面这个 见多识广的青衣人 看到了其中的最大玄迹 六个人看起来几乎不分先后的做出了反应 但这其中还是有差距 顾独行与楚阳还有董乌商 同时感到庞大压力 同时说话 然后最先开始动作 第一个踏前一步的 却是楚阳 楚阳的脚一动 抬起的一瞬间 顾独行和董乌商同时抬脚跟上 这个细微的动作 让青衣人看到了楚阳的可怕 因为楚阳想都不想挺身而出 他的心中就只有一个意念 我先来挡一挡 只是提前了那么一分一毫 却清晰的表达出这种意念 而面对这样的高手 第一个做出如此反应 等于是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 楚阳这一步表现出的是决绝 倘若真的战斗的话 将会因为他这一步给身后的兄弟创造出生机 虽然渺茫 但毕竟是喘息或者逃走的机会 但是正因为他的决绝和毫不犹豫 使得顾独行和董乌商生出清晰的感觉 所以在这一刻 两人绝不允许自己的老大独自面对敌人 所以两人毫不犹豫地跟上 在他们抬脚的这一刻 楚阳也清晰地感受到兄弟的存在和他们的动作 所以他落下的脚 就下意识地慢了一下 等了一等 而这一等 三个人的脚就同时落地 这一刻 这三个人是一个绝对不可分割的整体 六个人的融合完成了一半 但是三个人之所以踏出了一步 一来是为了不让自己的兄弟独自面对强敌 二来也是同生共死的意思 虽然时间短暂 他们根本来不及这么想 但是他们下意识的动作 却是在这么做了 所以他们三个人的气势 立即给剩下的三个人清晰地暗示 我们党 你们走 三个人一样的决定 引起了共鸣 罗克迪 季末和苗补通 也正是热血沸腾的年纪 在接受这样的信息的时候 他们几乎丝毫不考虑地就跟了上来 生在一起做兄弟 死在一起做兄弟 你能为我做到这一切 我就能为你舍生忘死 所以 他们三个也紧紧地跟了上来 就在六个人并排站立的那一刻 一种叫做兄弟的情感 就开始自然而然的形成 从一盘散沙 变成一个坚不可摧的堡垒 而这一切 解释起来虽然啰嗦 但却全是在他们下意识之间就全部完成 他们根本来不及考虑 正因为来不及考虑 所以才最真实 所以才会形成一个团体 若是其中有任何一个人 在当时认识到这一点 一旦分心考虑的话 那么就会被其他的五个人彻底的摒弃在外面 终其一生都绝不会再有下一次进入这个团体的机会 但是他们都没考虑 都是下意识的就这么做了 所以 这份兄弟之情从现在开始 终于成形 人与人的交往很奇怪 男人之间 有时候一个眼神就能造就不共带听一生不死不休的仇敌 有时候一个动作却就在刹那间筑起一生的兄弟情谊 有些情与愁 玄妙而又无法解释 情谊人无限未叹 做梦都没想到自己毫无意识的一次试探 却促成了这么一对奇怪的组合 他自己却也不想象自己的身份 他这样的修为 莫要说是在下三天 就是在中三天 那也是罕见的高手 就这么突然冒出来 二话不说 就开始释放压力 倘若楚阳等人没反应 那才是奇怪了 但是 现在清一人的重点 却也因此挪到了楚阳身上 因为他感觉到 楚阳 貌似是这六个人小队之中的核心人物 他一双淡默的眼神 与楚阳的眼睛猛然一接触 楚阳就突然感觉 整个人有一种头重脚轻的感觉 似乎对方的双眼中 蕴含着无尽宇宙 而自己已经被吸了进去 完全失重的在里面翻滚流浪 楚阳心中清楚 这是自己的精神 完全被对方所震慑的原因 只要自己一开眼睛 或者闭上眼睛 一切就会恢复正常 第157集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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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